唉,怎么办呀? 怎么了,小小长? 昨天上手功课,老师教我们叠指灯了,我怎么都学不会,老师让乔乔教我。 那他教你了吗? 我才不要他教,他胆子小,学习没我好,要他教我,多没面子呀! 哦,小小长是这样想的吗?那爸爸给你讲个故事吧。 有马车来了! 出来吧,向佗,我们得给马车让路。 两千多年前,是我国的春秋时期,有一天,孔子和他的弟子驾车外出,路上遇到几个小孩在路边堆城堡玩。 城堡挡住了马车的去路。 爸爸,谁是孔子呀?我以前好像听你讲过。 孔子,原名孔秋,是我国的教育家、思想家。他知识渊博,是位伟大的老师。经常带着学生去各个国家游学,连国君都要听他的话呢。 哇,孔子真厉害!然后呢,这几个小孩给孔子的马车让路了吗? 你这孩子,看到车来了,怎么不躲开呢? 先生,我只听过马车绕着城走的,从来没听说过城还要避让马车的。 他竟然敢拦大人的马车,胆子可真大呀! 是啊,这时候孔子也不知道该怎么办了。如果你是孔子,你会怎么办呢?是直接驾着马车过去,还是绕过去呢? A. 驾着马车穿过城堡 B. 驾着马车绕过城堡 嗯,绕过去太麻烦了,直接驾着马车过去吧。只是用泥土堆起来的城堡,又不是真正的城堡。 你验坏了我们的城堡,你大欺小,往外人士! 你看,如果孔子直接驾着马车过去,压坏了泥土城堡,孩子们得多伤心呢。而且呀,人们还会批评孔子他们,无理,欺负弱小。 堂堂大学者欺负小孩,太过分了。 什么圣人,什么君子呀,连礼让都不会。 就他,还给国君当老师? 呃,压坏了城堡,太可惜了,我自己大的乐高要是被别人破坏了,我也会很伤心的,我还是选择绕过去吧。 嗯,小小长真棒。 孔子跟你一样,也选择了绕过城堡,而且他觉得小巷托说的话很有道理,便继续跟他攀谈起来。 你这孩子,年纪虽小,知道的还真不少呀。 知道多少,和年龄大小有什么关系呢? 我看您很有学问,请教您几个问题吧。 什么水没有鱼? 江河湖海,什么水都有鱼? 不对,井水没有鱼。 我再问您,什么火没有烟? 嗯,不管柴草灯竹,什么火都有烟。 也不对,萤火没有烟。 那什么树没有叶,什么花没有枝呢? 至于植物,没有叶不能成树,没有枝也很难开花呀。 枯树没有叶,雪花没有枝。 真是后生可畏啊,老夫愿拜你为师。 啊,孔子居然认巷陀这个小孩为老师? 是啊,孔子的这个行为跟他所倡导的,三人行必有我师焉,真的是言行一致。 三人行必有我师焉,这是什么意思呀? 这句话的意思是,几个人一起走路,其中必定有人是值得我学习,可以做我的老师的。 我们要善于发现别人的优点,虚心向别人学习。 孔子本来就已经非常博学了,但当他发现,小象陀知道很多自己都不知道的知识时,竟然能称象陀为老师,虚心向他学习,实在是太难得了。 正因为这样,孔子才能成为伟大的思想家、教育家,被后人称为圣人。 爸爸,我也要像孔子一样虚心学习,三人行必有我师焉,乔乔手工做得好,就可以当我的老师。 爸爸,我去找乔乔学习做灯笼啦。 太好了,爸爸跟你一起去。 5号救灯笼 抽筒 2号救火 触摸 46号